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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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媽 姐姐 我和洛陽 敬你們一杯 呃 洛陽 爸 媽 你這丫頭 你妹妹和妹夫 才給你敬酒的 哼 姐姐 不祝福我和洛陽嗎 祝你們 百年好和 謝謝姐姐 有了你的祝福啊 我和洛陽 一定會幸福一輩子的 哼 這種頂婚宴 非要我參加 不就是為了個應我嗎 平常默示我的兩個人 今天一直待在我身邊 是怕我破壞嗎 爸 媽 我有點累了 先回去了 不行 你不能回去 啊 為什麼 頭好暈啊 好熱啊 難道 這酒有問題 倩月 你怎麼了 是不是不舒服 我帶你去坊間休息吧 放開 放開我 放開我 四丫頭 我們也是為你好 杜總看上你是你的福氣 只要他滿意 你就能讓穆家拿下一大筆生命 你還敢不聽話 杜總 是那個房地產的杜總吧 先不說這個杜總的年齡 但我的父親都綽綽有餘 就說此人出了名的喜好 玩弄純情小姑娘 那些被他玩弄的人 哪個不是生不如死 就這還說得這麼大一粒人 為我好 你想通了就好 只要你乖乖聽話 以後嫁給杜總做個闊太太 下半輩子就不愁了 下半輩子就不愁了 你 你給我站住 不行 我不能就這樣被抓住 如果被抓住 我就死定了 這一生就毀了 門開著 好熱 好難受 不行 這裡有人 我得走 你是誰 對不起 我不知道這裡有人 奇怪 為什麼這個男人出現以後 我身上更熱了 幫 幫 幫幫幫我 你故意的 不 不是 我這就走 等一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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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來了 就別走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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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他 你 我 我 你 你 谁 这么有底气 你的要求 吻我 别让我说第二遍 睡都已经睡了 不过一个吻而已 不愧 就当被狗咬了 反正吻了 又没说要吻多久 把门外的人都解决了 还好在他醒来之前逃离了 希望以后 不要再跟他有任何交集 怎么一下子 就变成这样了呢 你 你在家为什么不开灯 瑶瑶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在 他们 他们想让我嫁给那个房地产的肚子 还对我下药 就算我只是收养的孩子 可是这么多年 就算是养条狗也应该有感情了呀 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是我不好吗 不是你的错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他们不好 月月 月月 你发烧了 得赶紧送他去医院 月月 是不是还放不下这个人 喂 洛阳 月月生病了 我一个人应付不来 你能过来帮帮忙吗 生病了 找医生啊 我们家洛阳又不是医生 找他干嘛 沐雪柔 怎么是你 是我怎么了 拜托 以后不要给洛阳打电话了 她可是有未婚妻的人了 懂吗 沐浅月这样 缠着妹妹的未婚夫 会给我造成很大困扰的 死女人 你以为我想找你吗 吵死了 找谁 请问 沐浅月小姐在吗 你们是什么人 是我们家总裁 掌沐小姐 那个女人在哪 你 你 你是谁 叫她出来 你是说 月月 生病了 不方便接客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我是她的 你 你不许进去 站住 你怎么随便闯 烧成这样 你就这么放着 我 我送她去医院 自己跟上 哦 好 这人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我下意识不敢反抗她 总裁这么荒乱的样子还真少见 一有消息立刻就赶了过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孩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开快点 好的总裁 但是 好像已经最快速度了呢 陆总 陆总好 陆总 陆总好 给她看看 陆总 这位小姐只是着凉发热 没什么大碍 推烧了就好了 那个 陆总是吧 这次谢谢您了 这儿已经没什么事了 您看 要不您先回去 我留着就好 我 我先出去给月月买点东西 您自便 不过一个普通的女人 为什么这么让人在意 是谁 悠悠吗 月月 你醒了 感觉好点了吗 陆 陆 陆阳 你怎么在这儿 对不起月月 雪柔拿走了我的手机 还有我 还有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有及时出现在你身边 是我不好 可是我发现通话记录之后 就马上赶了过来 你别生我气好不好 我听不懂你说的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放手 玉月 你别这样 你明明知道 我爱的是你 爱我 爱我 这就是你爱我的表现 你的爱我承受不起 不 月月 我好想你 你放手 你干什么 你离月月远一点 这不关你的事 让开 洛阳 姐姐 你们在干什么 盯着这夜 都半个小时了 暧昧翻页 是能看出朵花吗 差不多快下班了 要去医院看看莫小姐吗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就去看看吧 洛阳 你也是来看望姐姐的吗 怎么不等我一起啊 唉 姐姐也真是的 有事找我就好了呀 妹夫 能有我这个妹妹亲亲吗 你这个 悠悠 既然都看过了 可以走了吧 你们打扰我休息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姐姐养病了 啊 对了 妈妈让你明天回家一趟 知道了 那 那我下次再来看你 月月 对不起 昨晚是我自作主张 打电话给洛阳的 那 昨晚是洛阳送我来医院的 我 当然不是 昨晚洛阳根本就没接电话 是个不认识的男人 好像是什么总裁 很有气势 长得也很好看 那个人熟了你好久 不久前才离开的 我觉得他对你不一般 不会是他吧 我错了 月月 我不该给洛阳打电话的 不然沐雪柔 那个家伙就不会有借口挖苦你了 傻瓜 我怎么会怪你 你只是关心我而已 不过 不知道洛阳什么时候又会来纠缠 还是快点离开的好 好 我现在就去办出院手续 我们赶紧走吧 看 陆总又来了 陆总 好帅啊 陆总好 陆总 特意中途停车 就为了给那位小姐带吃 看来陆总要变天了 她会喜欢吗 哎呀 昨晚住进这间病房的那位小姐呢 哎 她 她中午打完点滴就出院了 赏你了 这是陆氏集团的陆泽约 这种人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洛阳哥哥 你在想什么呀 洛阳哥哥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怎么会 没有的事 我知道 你喜欢的是姐姐 对不起 如果不是那次 我误喝了那杯酒 不要说了 我也有错 我会好好带你的雪柔 嗯 险月 就算不喜欢 我也要将你的东西全部抢走 好 好 我 好 好 哼,果然,这才是他们特意叫我回来吃饭的目的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 这由不得你 那天晚上你逃跑的举动 已经让杜总记恨上我们穆家 让穆家损失了一大笔生意 那件事可以算了 但这次,你不去也得去 为了生意,就活该我要背下药 去伺候那样一个喜欢玩乐女人的老男人 我是不会去的,要去你们自己去 穆家养你这么多年,我是做慈善的 你以为你不用付出些什么吗 该是你回报穆家的时候了 是不是这次之后,我和穆家就再无瓜葛 是 我知道了,我会去的 妈 你干嘛要给穆浅月写上那么好的对象吗 还刘洋博士 傻孩子,妈可是在帮你 虽然你和洛阳已经订婚了 但是穆浅月还在落实工作 不能让她和洛阳有任何一丝旧情复燃的可能 放心吧妈,我是不会让她有这个机会的 从此之后,再没有什么能束缚我 我不过请了两天假 怎么一回来,公司氛围这么奇怪 灵气轻轻,做什么不好 都要去当破坏人家的小散 可不是吗,还好骆总最后和穆总在一起了 你们懂什么,在这里乱嚼舌根 穆,穆姐 走了,上班 可是 气,装什么装 先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到底是谁发的 根本是电脑黑白 有本事实名啊 我们明明是正的男女朋友 干嘛要搞得像地下琴一样 我们还是学生,低调点嘛 你这么优秀 我可不想成为全校女生的眼中钉 就你诡计理 原来那个时候 穆雪柔就已经开始算计我了 真是好手当 哼 太过分了 月月你等着 我去找玩晚山铁子 悠悠 不是有人特意放任的话 这种八卦 不可能在公司论坛上闹这么大的 穆剑月 看过论坛了吧 怎么还有脸坐在这里 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洛市 你这种人都还赖在公司呢 我怎么会走 做出这种事 还有脸赖着不走 穆总没有来找你 只是不想闹得太难看 你识句点 自己离开吧 几张照片就能认定我是小三 那我也有你在酒吧的照片 是不是可以证明 你是出去卖的 警告你自己离开 别到时候闹大了不好收场 丢脸的是你 月姐姐 别在意那些人说的话 我相信你 嗯 我不会在意的 月姐姐 不管以后你去哪里 我都跟你一起 我什么时候说要离开了 嗯 就算离开 也不是现在 在离开之前 我一定会让幕后之人 付出代价 在在在 小姐姐 你终于想起我了 小姐姐 有什么事吗 不是说你是什么顶级黑客吗 我有件事情要你帮忙 小姐姐 你尽快说 我保证给你办得 妥妥当当的 我有件事情要你帮忙 小姐姐 你尽快说 是这样的 明天 等着看好戏吧 哇 诶 云小墨这是 死春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 小爷今天心情好 不和你们计较 我家小姐姐来找我了 你们慢慢玩吧 我就先走了 诶 这就走了 诶 你们说云小墨口中的 那个小姐姐 是谁啊 居然能让 居然能让云小墨这么听话 谁知道呢 没趣 哎 陆泽渊 你把我们叫过来什么也不说 就在那里喝酒 到底干什么啊 去 闷葫芦 你们说 怎么追女孩子 我没听错吧 万年铁树居然想要追女孩子 你还是个厨吧 不是 啊 不是啥 行了 谈正事 还用想啊 先不说你的身份 就凭你一张脸 所有女的都得蜂拥而至 她不是这样的人 都一样都一样 你就是见识的女人太少了 才会大惊小怪 让我教教你 就像这样 你这样 这样 然后再这样 气氛更奇怪了 那小子到底靠不靠谱啊 叶姐姐 你快看 大新闻 昨天那个楼主翻供了 但是 我来说 你不想要 你会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会 你会 我来说 你会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会 你会 我来说 到底是什么来头 连这种尺度的东西都被他翻出来了 这下闹大了 你做了什么好事 我不知道啊 这真的不是我发的 不是你 你敢说 论坛上那个不是你的账号 是 可是 我根本登不上账号 我 穆千月到底是何方神圣 去 去叫人赶紧把这个帖子删了 可是 根本删不掉啊 我不管 养你们干什么吃的 给我滚去想办法 是 是 可恶 是的 穆千月 穆千月才是孝三 穆千月 一定是他搞的鬼 我要他好看 可恶 可恶 不 不 他 也有 你 是 我 我 你 你 在 我 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嗯,你还记得我上次一个人去孤儿院吗 嗯,记得啊,本来说好一起去的,结果我中途有事 其实那天下午我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乞丐 乞丐? 嗯,浑身脏兮兮的,身上还散发着古怪的味道 但是那双眼睛很有神,很漂亮 我看他好像饿了很久的样子,就给了他一些吃的 他非要我留联系方式,说要报答我,我就给了 他要你就给啊,万一是个骗子呢 啊,我只是留了QQ号,我不傻 而且,我觉得他不像是骗子 我会报答你的,少女,取下你的冤枉吧 像是个傻子 嗯,就是个傻子 那后来呢 那之后过了挺久的吧,我都忘记这事了,他才加的我 他说不是乞丐,只是刚来这里找亲人,遇到了小偷才会这样 我们也只是在网上聊聊天而已 这次出了这种事,我刚好想起他无意间透露过,他是个黑客 就试探着问了问,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了,然后就这样了 男臣寻亲遭遇小偷?这种说辞只有你会信 我看这人不简单,你给我离他远点 好了 嗯,我知道了,别生气了 莫夫人来了,让大家都出去呢 叫我们出去干嘛呀 谁知道 不知道,可能有事交代吧 哦,对了,慕浅月,洛夫人特地交代了 你一定要到场,不能缺席 嗯 啊 叫我们说是什么了 别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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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闯 以后啊,常来洛家玩,公司有什么事也可以来找我 别出了事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 嗯 别出了事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 嗯 如果不是你妈妈说起,我还不知道你在洛氏受了这么多委屈 嗯,好的伯母,我有时间就会去洛家拜访,到时候可别嫌我烦啊 你能来陪我,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嫌弃呢 哼,以后公司的员工再这样嚼舌根的话 你不用问我和洛阳的意见,直接开除就是了 什么呢 明明就是 好了,大家都回去好好上班吧,我就先走了 伯母,你们走 有些人呢,还是要趁早认清自己的身份 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不过是沐家的养女,无父无母的孤儿 哪一点配得上我们洛阳 人贵自知,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妄想 陆浅月,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其他人都散开吧 这洛夫人是专门为牧总撑腰来的吗,她没看到论坛上的视频吗 你还敢提论坛,不想丢工作就闭嘴吧,那个视频打了马,根本看不清脸,谁知道到底是谁 总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洛夫人的态度了 我们还是离她远点 月姐姐 没事的,我都习惯了 月月,我们还是一起雷河吧,这个地方根本待不下去 可是你 没什么可是的,当初本来就是洛阳提议的,我们才会来落实,现在你们都分手了,我们更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好,那我现在就去辞职 那我也要,我也要辞职,我要跟着你们 小傻瓜,你是校内实习,辞什么 你下个月不就回学校了吗,乖乖待着吧 哦,那好吧,那以后我毕业了就去找你们哦 放心吧,结兆你 我是来辞职的 辞职? 你以为,这落实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想走可以,但有条件 今晚上有一个饭局,你必须参加 这是你在落实的最后一件工作 只要我跟你参加今晚的饭局,就放我走,包括悠悠 可以,反正我早就看那家伙不顺眼了 好,我去 再喝一杯嘛 陈总,喝呀 哎,喝好好好 沐小柔说的饭局,就是这种饭局吗? 什么时候,落实变得如此不堪吗? 嘿嘿,陈总,求养大名,雪柔在这里,敬您一杯 沐总谬赞了,沐总才是 年纪轻轻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前途不可限量 嘿嘿,陈总客气了 嘖嘖 看起来这么傲,可惜是落实的人,动起来有点麻烦 嗯,陈总,弄疼人家了 呵呵,你不就喜欢这样吗? 哼,死为主,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居然敢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我 要不是另有打算,本小姐才不会继续待在这里 浅月,还愣在那里做什么呀?快过来给陈总敬酒啊 哦,沐小姐啊,不知这位是 这是我们公司的项目总监,可是一个大美人啊 对对对,美极了,你一边去 啊,浅月是不?来,这边坐 浅月小姐这么年轻,就是项目总监了,真让人钦佩啊 当然,我们浅月工作上非常出色 可是非常得我们洛总的喜爱呢 哈哈,原来也是一个靠身体上位的女人呢 那我可不用客气了 啊,来来来,陈某敬浅月小姐一杯 只要忍最后一次,我和悠悠就自由了 哈哈哈哈,好酒量啊,再来 不好意思啊,我去一下洗手间 啊,好好好 怎么样,这个还不错吧 不错不错,看来还是沐小姐最懂我 陈总就这么放人走了,就不怕到手的肥羊跑了 放心吧,跑不了 陈总说的,就是她 管她呢,等一刮你知道是谁,抓就完了 不能再回去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回家,我可以 啊,撞墙了,好痛 啊,这墙怎么热热的 摸够了吗 啊,痛 你 哦哟,这不就是总裁一直心心念念的沐小姐 啊 没事吧 痛 总裁,沐小姐只是喝醉了,不如我们送她回去吧 哦,行吧 哎 哎 还不跟上 哼,男人 他在跳啊 心脏跳动才正常啊 但是,跳得好快 话多 你留下,解决干净 好的总裁,您慢走 哼 说吧 想怎么死啊 这剧本不对啊 怎么一上来就喊打喊杀打 不应该先问问幕后卓使吗 你这家伙还是老样子啊 满肚子坏水 老道 齐 十老三 行了 别吓唬他们了 还不快说 鬼鬼祟祟躲在厕所外 偷看人家大闺女干好 哎,我说我说 是陈总 某某地产的陈总 天凉了 全是该破产了 啊 你是不是抢了老板台词啊 这俩人没用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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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处理吧 少搅干净点 哎 饶命啊 啊 啊 那人我就带走了啊 放心吧 绝对干净 啊 不好了陈总 什么 你说派出去的人都不见了 发生什么了 那女的跑了 我派出去的人都没回来 怎么会这样 她不过是个无权无视的孤女 这都抓不到 你问我 我问谁 这可是你安排的 你可得给我个交代 既然事情有变 今天就到此为止 想走 你耍我呢 既然人跑了 那你就留下来吧 你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可是洛家的儿媳妇 如果你不答应 那这笔合约也就不必谈了 我好不容易才在洛世站稳脚跟 让那个洛夫人高看一眼 怎么可以 哎 装什么呀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只要你乖乖听话 这事不会有人知道的 满身求慰 必须换衣服 必须换衣服 嗯 嗯 这个触感硬邦邦的 什么东西啊 啊 这 昨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啊 不会吧 吵什么 你 你 你不是上次那个 那个牲口 等一下 昨晚到底 你 既然醒了 就收拾好下楼 啊 啊 呀 月小姐一大早就很有活力呢 您是 我是陆先生的管家 穆小姐喊我安逸就行 这是陆先生为您准备的衣服呢 您看看何心意吗 这 怎么连这个也准备了 都是陆先生挑选的呢 顺便一提 燕小姐身上的衣服 也是陆先生亲自换的呢 醒陆的伤口 还愣着做啥 还不快帮尊贵的客人更衣 是 等一下 我自己就行 别脱我衣服 一大早就这阵仗 是要去竞选中国小姐吗 怎么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大概是错觉吧 昨晚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 你喝醉了 硬拉着我不放 不会吧 昨晚 他在跳 心脏跳动才正常啊 但是 跳得好快 我竟然真的 那你 那你干嘛脱我衣服啊 还给我穿男士衬衫 变态 男身久未 臭不可问 你 给陆总添麻烦了 真是抱歉 我这就离开 坐下 吃完再走 你说吃就吃啊 我到底为什么要听这个山口的话 啊 这什么东西 诺天 啊 啊 原来是只耳哈 话说这是什么中二的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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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翻译是认真的吗 啊 你好呀 你是叫奥天对吗 啊 连心里话都能翻译 过分了吧 暖够了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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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腿 出意外了 嗯 或许吧 我捡到他的时候 就已经这样了 怎么了 好像是只狗啊 脖子上还有项圈 看起来像是出了意外 被放弃了 麻烦 对不起总裁 这就绕开 停车 哎 我爸爸 他很脏啊 开你的车 叫个兽医到别墅 总裁要养他吗 好 野树里太冷清了 仔细一看 这小东西跟您挺像的 霸总范儿十足 就叫陆傲天怎么样 闭嘴 他也同意呢 又吃的到处都是 坏狗狗 能遇见你 真是他的幸运 遇见你也是 啊 你刚说什么 没什么 这人真奇怪 少爷 小姐他 陆小姐他来了 赶出去 可是他已经 哥 你这里的佣人是怎么回事 竟敢拦我 赶紧辞退吧 你是谁 为什么在我哥别墅里 嗯 这是他的妹妹 感觉气质差别挺大的 我是 我不管你是谁 马上给我滚出去 出去 出去 哥 我可是你妹妹 她是哪来的狐狸精 你可是有未婚妻的人 原来她是有未婚妻 你看看她那狐媚的样子 连如哥姐姐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不要脸的小三 请你管好你妹妹 不然下次遇见 我不介意亲手替你管教 昨晚打扰了 我现在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站住 我没说错 她就是不要脸的小三 我认可的嫂子只有儒哥姐姐一个 你可不能对不起儒哥姐姐 啊 哥 你弄疼我了 以后不许踏入这里一步 我是你金妹妹 你就为了那么一个狐狸精这么对我 如果我再听见你用这张肮脏的嘴脸提起她 那你的舌头也不用留着了 她是认真的 她是认真的 这个疯子 还有 我不知道你嘴里说的那个未婚妻是谁 我的事情 不是他们可以插手的 你最好回去警告那帮人 否则 后果自负 明明我才是她妹妹 她去帮着一个外人 那个狐狸精到底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 不行 我一定要告诉儒哥姐姐 又是你这笨狗 还没被丢掉 离我远点 脏死了 连主人都不认得 笨狗 早晚有一天把你炖了 那人到底是谁 陆 浙 不认得约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啊 居然是那个陆氏集团 感觉很麻烦 啊 上车 不用了陆先生 我自己打车 这人不说话也不走 是什么意思啊 嗯 真是个怪人 不是的 啊 啊 啊 嗯 什么破地方 半天连个车影子都没有 嗯 某某公寓 谢谢 嗯 凭什么我要配那个糟老头子 在这里的明明应该是目前约才对 约然 嗯 嗯 伯母 雪柔啊 你不在公司吗 今天有点不舒服 所以 这样啊 洛阳出差 我可是信任你才将公司交给你 可别让我失望啊 陈氏那个单子可得尽快签下来 以前都合作顺利的 到你这儿 不会出问题吧 嗯 已经谈妥了 放心吧 不愧是沐家前进 我没有看错人 那你啊 好好休息吧 老巫婆 说得好听 不过是看中我背后的沐家罢了 再过几天 洛阳就该回来了 在此之前 一定要彻底解决掉沐浅月这个障碍 从刚才开始你的手机就一直在这儿 不要紧吗 不重要 不重要 刚才你妹妹她说的未婚 她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来了 典型的渣男也乱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 被戳破还面不改色 我一定要离这个渣男远一点 为什么一直看我 陆总还没接电话吗 原定九点的会议现在已经十点了 总裁比较忙 忙着泡妞 应该再来的路上了 可能还在床上 请诸位再耐心等候一会儿 谢谢 你昨晚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我找到你一晚上 你电话为什么关机 对不起我错了 昨天我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我喝醉了 在一个朋友家里睡了一晚 哪个朋友 就是一个你不认识的朋友 好了不说这个了 跟你说个好消息 我们两个的辞职信 批下来了 沐雪柔有那么好心 我们硬是要走 他有什么办法 反正合同也快到期了 这个不重要 我想说的是 悠悠 我们一起开店吧 你不是说过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蛋糕店吗 我们一起吧 月月 这些都是你 我已经付了定金了 只要你满意 我们就可以把这家店租下来 我负责看店和后勤 其他的就交给你 收益我们五五分 不行我 我没有钱 我出钱 你是技术入股 我可指着你的手艺 待我发家支付 你别拒绝我 好 谢谢你月月 穆小姐 穆小姐 怎么样 还满意吗 雪姨 我们已经确定要租下这里了 好 不过我儿子还在外地 后天才回来 到时候签合同 行吗 好的雪姨 那我们后天再过来 苏月 她打来做什么 别忘了明天的香气 下午三点 一定准时到 不提我都忘了 还有这事 我知道了 我会准时到的 怎么了月月 是不是穆家那边 又找你麻烦了 没什么 不是什么大事 对了 悠悠 可能要你帮我一个忙 来 都到时间了 怎么还没来 我那个养女 别的有点没有 长相是真的美 照片不错吧 真人比照片还好看 算了 那就再等等吧 啊 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种突兵 不会吧 你好你好 我是沐浅月 你是苏烈对吧 啊 你是沐浅月 啊 对的呀 还满意你看到的吗 这可是我拜托悠悠 花了整整三个小时 才乔装好吧 不 不会吧 这是你 你知道的 现在的照片都是批出来的 大家都是这样 而且照片跟我本人 也没差很多吧 你这个恐龙妹 哪来的自信 拜托 想起别人之前 先看个自己的样子好吗 听说苏先生 你是从海外留学 回来的博士对吗 现在还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 不错 这么看来 我们两个人 还是挺般配的呢 像你这样优秀的男人 肯定需要一个闲内助 可以做一个 尽职的全职太太呢 你长得丑啊 还没工作 自不量力 也要有个限度吧 你我是看不起我吗 居然给我介绍这么个玩意儿 从刚才开始 你就一直心不在焉的 看什么呢 你不会再看那桌吧 两个香巴老月会有什么好看 诶 你去哪儿 不知道苏先生 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要求也不是太高 前吐后翘 腹白貌美就行 那我刚好都符合呢 苏先生觉得 婚期安排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我说 你这个恐龙妹 你差不多给我失可而止一点 我忍你很久了 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你这种丑八怪 哪一点配得上我 人丑 就不要出来吓人了 今天 我就帮你洗洗脸 让你认清你自己 怎 怎么 你 想认清谁 诶 这人谁啊 有点眼熟 他是谁 先生 您认错人了吧 我不认识你 不是吧 他这都能认出我 难道 我在他心里的形象 一直是这样的 而且 这张抓紧现场怨妇脸 这怎么回事 诶 陆 陆曾渊 你是陆氏集团的那位 陆总您好 很荣幸在这里遇见你 你们什么关系 看不出来吗 我们在相亲啊 相亲 不不不 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只是路过 我不打扰了 你们聊 诶 等等 没有 舍不得 没 没啊 走吧 诶 去哪儿 喂 陆总月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我呢 好像有人在叫你 没有 你换听了 哦 哼 有了 这么一看 这个女人身材还不错嘛 要不是看过脸 恐怕真要被这个背影给骗了 嘿嘿 好东西就是要大家一起分享 嘿嘿嘿 那儿 我们要去做的 咱们先儿子 要不要把他摆成 那儿子 我跟她摆成 那儿子 我跟她摆成 如果莫莫能回来 现在也有这么大了吗 你到底在哪里 没想到像陆泽渊那样的人 口味这么壮啊 这不是刚刚那个美女吗 嘿嘿 美女 加个微信 这就是斯汀格 那个传说中的超新级大酒店 有钱人的聚集地 没想到他说的吃饭 竟是带我来这里 也是啊 毕竟是那个陆总 恰无好 尊敬的客人 不愧是超新级酒店的服务员 都可以去静美了 怎么了 因为打扮太突有点不好意思 这种话怎么可能说得出口 第一 要哄女人开心 就要在人群面前高调求恩爱 承认她的地位 你干嘛 你干嘛 哼 混蛋 你生气了 为什么 当然生气了 你这个 有未婚妻的渣男 说清楚 你 他们怎么也在这儿 糟了 千万不能让他们看见 我现在这身磕山的样子 还有这张脸 知名度太高了 被认出来 也是个麻烦 原来你喜欢这种 不 不是 如你所谓 现在的人真是的 直接在走廊就 因为也不怎么样 别说了 我们快走吧 够了 你要亲到什么时候 尊敬的客人 999号包厢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请跟我来 999是吧 你先去吧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随后就到 可是 洗手间在这边 你先点菜 我就回 谁要和你这个变态渣男 共进碗餐 慢慢等去吧 你们干什么 抱歉了 穆小姐 陆总吩咐了 您暂时不能离开这里 你是陆泽渊的人 还凭什么限制 我的人身自由 我就要走 等等 您别这样啊 果然是你呢 姐姐 这两人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姐姐 怎么会在这里啊 凭姐姐的经济能力 来这里 应该有点困难吧 还打扮得 这么的 别致 你管得着 我只是关心姐姐 这个男的是谁啊 姐姐跟一个男人 在酒店门口拉扯 实在是有失体统 姐姐 你不会是被这男人 啊 住嘴 对不起 我也是关心则乱啊 为什么不好好待在洛世 你知道我一出差回来 听说你非要辞职 有多担心你 除了洛世 你还能去哪儿 洛阳 你这是看不起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照顾你 这 那我算是吧 对呀 姐姐 你就回来吧 现在社会不好混的 在洛世工作 我和洛阳 都可以照顾你啊 不需要 这个以后再说 你先跟我回去 以后要想来这里吃饭 我可以带你来 放手洛阳 你别再自以为是了 你没听到他让你放手吗 你到底是谁 这是轮不到你管 老子是 没错 这是我男朋友 啊 啊 什么 看见我男朋友这身材了吗 再不走 叫你们横着出去 不是 等等 男朋友 糟了 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 这家伙的脸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不想看见他们 帮我把他们赶走 好不好 请 请回报二位 快带我回报箱吧 这里太多人了 好丢脸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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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人 女人到底是谁 我一定要查清楚 谁不能给目前 用翻身的机会 真是太丢脸了 喜爱丢了一只 好尴尬 客人 这是您要的三十八码的女鞋 她怎么知道 我穿三十八码 真的谢谢你 第二 愿意为女人折腰的男人 最难抗拒 只要你愿意 抚身为她这个鞋带什么的 她绝对死心塌地了 我来 谢谢 我自己来就行 这顿饭 到底是跑不了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想抓住一个女人的心 就要抓住她的胃 除异你是指望不上了 那就尽量了解她的喜好 配合她的口味 差点忘了 还有这张菜单 你们家还有火锅 这么亲民啊 这不快入冬了 刚推出的新品 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陆总就是上帝 他说有 那必须得有啊 你吃辣吗 吃 你吃辣吗 那就来个牛油锅底 重了 这些菜都要一份 好嘞 请稍等 别光顾着看我 快吃啊 糟了 忘记控制食料了 他怎么这么严肃 不会是被我的吃香吓到了吧 其实我平常不是太能吃的 不愧是超新级的酒店 连火锅都非同一般 算了 不管他 我去小洗手间 等我一会儿 嗯 怎么还没回来 怎么又是你 你怎么进来的 我们谈谈好吗 要谈什么 刚才门口那个男人 到底是谁 还有后来那个 你怎么跟这么多男人混在一起 就算是为了报复我 也不能这样作诫自己 少自以为是了 你以为你是谁 如果你想谈的就是这个 那我们没有谈的必要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该这样想你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爱我 那沐雪人怎么办 你们的婚约怎么办 我现在就跟他退婚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你以为两个家族的联姻 只可以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说退就退的 而且你做过的那些事情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 认清现实吧 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 你 好险 差点就让他们撞上了 真要去找你呢 既然你出来了 那我们就走吧 车里这么暖和 你扣子扣这么紧做什么 不难受吗 没事 习惯了 你手怎么了 没什么 别说话 影响我开车 从刚才开始就阴阳怪气 哼 知道了 那我先上去了 你路上小心 明天见 明天见 什么明天见 完全被他带跑偏了 应该是再也不见才对 来替波警弓 现在 乱动什么 你手太冰啊 就冰死你 明明知道吃辣会过敏还要吃 脑子闲出屁了 半夜还要被你召唤啊 吃了药啊 你开的 没用啊 它是缓解用的 你倒是神药啊 没我的药 你早就进医院了 用了特效药 过了几个小时就能消下去 不然 你明天别想见人了 起来 不是吧 老子大半夜过来救你 你就这么对我 救不起 救不起 我气死你个死结屁 你给我适可而止 这是什么 这么长 这是女人的头发 好啊 你个陆泽渊 学会带女人回家了 老实交代 喂 绝交 陆泽渊 你彻底失去我了 绝交 垃圾 这个坠子对你很重要吗 从我认识你开始 就见你一直戴着 嗯 很重要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给我的 院长伯伯说 我被送到院里的时候 就带着他了 只有看着他 我才能幻想着 我不是被抛弃的 我的亲人 或许还没有放弃我呢 一定会的 不管怎么样 你还有我 嗯 对了 明天可能要你自己去签合同了 我有点事 抱歉 可以是可以 不过我有点好奇 什么事啊 嗯 这个嘛 小姐姐 我事情办得怎么样 满意吗 太完美了 谢谢你 你真的厉害 嘿嘿 那 我有没有奖励啊 比如能不能有荣幸 请小姐姐共进午餐 当然可以 不过肯定是我亲你 谢谢你帮了我大忙 周六我有事 这周天中午再摸摸我餐厅 行吗 可以 那说定了 不见不散 点菜吧 今天我请客 随便点 小姐姐 你点就好 我不挑事的 好吧 长得也太可爱了吧 长得也太可爱了吧 看起来简直就像未成年 跟那天比真是天差地比 刚才差点没敢认 能冒昧问一句 你多大了吗 二十四 居然比我还大一岁 完全看不出来啊 小哥哥 能加一下QQ吗 可是我 从来不玩QQ哦 正面说瞎话的点范 那一直跟我聊天的人是谁啊 那没关系 聊个电话也行啊 可是这样的话 我女朋友会吃醋的 对 对不起 我还以为是姐弟呢 没进步 我允许就拿我当挡箭牌 可是要付钱的 可是 我付不起钱 所以 可以假戏真做吗 胡 胡说什么呢 哈哈 开玩笑的啦 不过 如果是小姐姐的话 灯针也可以哦 应该还是开玩笑吧 这家伙可无知了 根本分不清他哪句是认真的 好难应付啊 你刘海都挞眼睛了 这样吃饭不难受吗 平常都用发夹别注的 今天忘记带了 我这儿有个发圈 你要不要先扎起来 就是可能有点幼稚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但是觉得莫名其合他的气质呢 哈哈 当然不嫌弃 小姐姐送我的 我都喜欢 不过 我已经吃完 用不上了 这个 就当作是小姐姐给我的定情信物吧 我 你 嘿 开玩笑的啦 下午没什么事吧 一起去看电影怎么样 可是 去嘛 我票都买好了 喂 买盲可耻 好吧 耶 喂 悠悠 怎么了 月月 我们要做的店铺被人砸啦 看看我这店 因为你们被打砸成什么样 你还想要回定金 不可能 你的店铺被砸了关我们什么事 这河端都还没签呢 你没听见刚才那伙人说什么 我怎么不想要那个女人出来 怎么目前要那个女人出来 这个不要脸的烂货 到处攻予人 还想开店 没门 开一家老子 砸一家 这人献口废人 我管你们 滚滚滚 别再眨眼 你干什么 给我放租重点 好啊 你个臭女人还敢来 我不跟你们吵 赶紧滚 店里的损失我们可以赔 你从店经里扣就是了 但是当初说好了 租三年给我们 你不能违约 葛总签了吗 还违约 告诉你 这是老子的店 老子就不租给你们 管得着啊 雪姨 这 这店在我儿子名下 他做主 别问我了 赶紧赔 我们的定金也绰绰有余 剩下的部分你不还 只是亲大他人财物 我要去告你们 你去啊 我看你告不告得赢 算了 悠悠 我们去别的地方租 我敢打包票 这里十街之内 都不会有人敢把店铺租给你 死心吧 你 呸 娘们唧唧的玩意儿 虚张声势 我们再去别家看看 没用的 听大人刚才的话 明显是有人针对我们 而且 很可能是沐雪柔 我们斗不过沐家的 大不了这店不开了 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小姐姐 我可以帮忙 这位是 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 帮我的那个黑客 可是你想怎么帮我呢 这事儿也能用黑客技术解决 当然 没有什么是一个黑客解决不了的 包在我身上吧 小姐姐 老大终于想起我们了 小废话 人都来齐了 那就走吧 你也真舍得 花钱找人把自己性装性的脸砸成 真不得性啊 这点损失算什么 有人会买单的 想起早上那个娘们儿 那副怂样就好笑啊 下次再有这种好活 记得再喊搁几个啊 什么诚意 有人朝这边过来了 好多人 你在说什么鬼话 这 这应该不是冲我们来的吧 不对 他们没打算停车 快后退 昨天是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押金我全部退给你了 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股 放过我吧 是你出手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当然 是用黑客的方法 威胁要人肉他 曝光他 然后他就怕了 我错了 我错了 饶了我吧 这句话 你应该跟他们说 如果得不到他们原谅 我就把你剥光了 绑在外面棋杆上 让你真正曝光一下 走啊 你又帮了我一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我们是朋友啊 朋友有难 就应该帮忙 何必计较这么多 对吧 嗯 不过我今天找你出来 可不是说这些的 看 这家店怎么样 哇 好漂亮啊 正门在大厦里面 进去看 喜欢 就租下来 等 等一下 这里可是新药大厦 真的没问题吗 这是我朋友的店面 不用客气啊 这是您之前吩咐的 最近在牧群月身边 出没的男人的调查结果 你查半天就只有这点东西 连这个男人的正脸都没有 因为夜色那种地方 我们的人不好混进去 这个男人的警惕性又太强 不能靠太近 所以 不过我保证 我们连续跟了夜周 沐群月身边出现过的男人 只有这一个 那应该 就是那个男人吧 这男人是谁 为什么资料这么少 这人好像会点黑客技术 很多信息都找不到 不过我们查到了 他在三年前成立了一家IT公司 规模很小 应该不足为虑 原来不过是一个流氓混子 沐浅月也只配这样的了吧 妈 把苏烈叫来吧 那个计划 可以开始吗 你说什么 你们要我娶那个丑女 不可能 苏烈 你可不要忘了 这几年苏家是靠谁在扶持 沐浅月虽然只是我们沐家的养女 但也是记在了祖谱上 该有她的东西是不会少的 傻侄子 你还不明白吗 只要你娶了沐浅月 沐室就有你的一席之地 可是 那一样的身边 不是有人了吗 哦 你是说那个叫云墨的男人吧 放心吧 我都查过了 不过是个小破公司的老板 不足为虑 云墨 你确定是这个人 肯定啊 这段时间 他身边出现过的男人 就这一个 这么快就换人了 也是 陆泽渊那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真的看上这样的丑女 估计玩玩就腻玩了 好吧 我答应了 大不了娶了以后关在家里 不让他出来见人 不过 那个云墨手上 好像有点道上势力 还要表哥费心处理一下 别让他坏事 知道了 我来安排 可是 墨浅月那丫头 不会乖乖听话 该怎么让他答应 嘿嘿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那丫头一见到我 就被迷得走不动道 巴不得马上嫁给我 我这个表哥 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嗯 可能有点 不可能 这件事没得商量 妈这也是为了你好 苏烈那小子可是说 对你一见钟情了呢 你叫过去 他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在打什么主意 别妄想了 这是父母之命 你不嫁也得嫁 你不会忘了吧 只要我去相亲 就与这个家再无关系 我可是录音了的 别想否认 你 你真是不肖 不可我早就迁走了 从今往后 你我再无瓜葛 等等 沐浅月 沐家你可以不要 这个玉坠 也不要了吗 这个是我的玉坠 怎么会在你那儿 我明明 我明明一直带着 你难道不觉得 你手上玉坠 材质很粗糙吗 你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那是假的吗 是 但是我以为 本来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奇怪 这个坠子 怎么到我手上的 那时候你还小 可能不记得了 不 我记得 还给我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不要 这是我的家 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你滚出去 惹惹乖 不可以这样哦 快把东西还给姐姐 不要不要 他才不是我姐姐 不许胡闹 东西妈妈帮你要回来了 这次要好好保管哦 谢谢妈妈 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天真的把这里当成我的家 把这些人当成我最重要的家人 可是原来 从那时起 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如果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女儿看过 那当初 究竟为什么要收养我 还给我 可以呀 只要你答应嫁给苏烈 我就还给你 妈 你还愣着干嘛 快来帮我呀 快住手 不然我就把锥子丢下去了 这 你这个废物 你能怎么样啊 你 木浅月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 你有种就把玉坠扔下去 这样 你就没有了最后能威胁我的筹码 木浅月 生生把你结婚 那就如你们的意 如果到时候 还不把东西还给我 就一起下地狱吧 三天 三天之内 没有看见你和苏烈的结婚证 我就把这个破鱼坠 磨成粉碎 知道了 木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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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雪柔 你小时候不是说 把那个坠子扔掉了 可是你怎么 妈 现在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吗 哥马上就要回来了 还是绝对不会同意 木浅月嫁给苏烈的 对呀 从小开始 你哥就是最疼木浅月的人 所以 我们要抓紧时间 一定要把木浅月打入谷底 让他永远无法翻身 我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 一定要想想 有什么办法 对呀 只说要看结婚证 他应该能帮我 小姐姐 怎么了 想我了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结婚证你能做吗 结婚证 当然可以 不过 你要这个干什么 没事没事 不方便 就不要告诉我了 这个忙我会帮的 不过 小姐姐 你可能得等我一会儿了 有点小事要处理 云墨是吧 等你很久了 什么 等等 喂 怎么这么着急啊 应该不会有事吧 嘿嘿 小子 你沾了不该沾的人 乖乖跟我们走一趟吧 一起上吧 呸 敬酒不吃吃法酒 好好教训他 你想干嘛 别过来 你们还不快拦住他 愣着干嘛 还不快把人驮上车 是 明波的电话已关机 从那天之后 再打电话过去 就一直是关机 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已经是第三天了 怎么办 该不会 真的要和苏联那家伙 怎么是他 下来 什么 看窗外 我想见你 突然找我 什么事 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我可以帮你 你调查我 抱歉 但是 我不得不这么做 有人在跟踪你 我知道你不喜欢 所以没有深入调查 但是有任何需要 你都可以 可以找你 对吧 是为什么呢 无功不收禄 这一次 你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在追你 那结婚吗 这些男人 心里想的不就是那种事 只要你提到结婚 果然马上就 哑巴 好 你说什么 现在吗 走了 快点 等等等等 去哪儿啊 结婚 民政局要下班了 不对 你不是有未婚妻了吗 我说过 她说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不信 没关系 一会儿我们领了证 一切都清楚了 领领领 领什么证 谁 谁说 要领 领证了 糟了 最后期限到了 这个罪命鬼 没时间了 现在 确实需要一张结婚证 应付过去 不管怎样 我现在确实需要一张结婚证 如果你愿意和我协议结婚的话 你和我的婚姻 就算不能始于爱情 也必须治愈 死亡 怎么样 还要继续吗 看样子 你得快点决定了 这就醒了 找手机呢吧 可惜 你的手机 早就被我砸碎了 之前不是很能耐吗 现在怂了 乖乖求饶叫声爸爸 老子就考虑放过你 你笑什么 我在笑 你最不该的 就是砸了这手机 说什么 反正 最后就变成这样了 离这么远干嘛 靠近一点 这两人 真的是来结婚的吗 算了 抓紧拍完这一段下班了 嘿 好 上工 终于结束了 笑得脸都僵了 我明明一直在笑 怎么偏偏抓拍成这样 技术不行啊 技术不行啊师傅 笑 肚子这儿了 你自己挑吧 恶梁 难道我的结婚证 要一直这样吗 今天开始就搬去我那儿 这个 这个可以之后再商量吧 现在 我得先去拿回一件属于我的东西 谁 吃了吗 外卖 请查说 开门啊 订单要超时了 客人 你们 谁叫外卖了 妈的 管他是谁 开门看看 再怎么拍下去 该引来人了 来了 不要瞧了 大盲人 怎么有空 亲自来 谁让我有个不争气的弟弟呢 终于玩脱了 少说风凉话 还不快给我松宝 谢了 陆哥 好久不见 你这混小子 一声不吭涛跑出家 也不说一声 夫人都担心死了 要不是这次你手机被毁处发了里面的定位装置 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 我的错 我的错 先不说这个了 现在 有更重要的事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 你们放开我 我告诉你 打人犯法的 现在知道犯法了 刚才 不打我打得挺爽的吗 你 你 还有你们 到底是什么人 我见过这张脸 你是那个 某某军区 新任司令继位 史上最年轻军长诞生 啊 四面是报纸上那个 云丝 闭嘴 如你们所愿 我的结婚证 玉坠子呢 玉坠在这儿 但是 为什么要把照片遮住 嗯 这家伙太丑了 拿不出手 目前月 你把我们当弱智嘛 又在玩什么把戏 可恶 这招果然不行吗 说的有道理啊 有什么不对吗 你不给我们看也没关系 这种事 问问苏烈表哥就知道了 表妹 表哥 你终于接电话了 目前月手上的结婚证是真的 你和目前月真的结婚了 什么结婚证 难道 是那件事 没办法 看来只能硬抢了 应该没有吧 太好了 他分散注意了 趁现在 就 真的是真的 你们还有我说几遍 别再打打烂烦我了 什么 竟然是真的 你们结婚了 那这么说 他手上的结婚证 真的是你们的 既然证实了是真的 项链可以还我吧 我还有事急着走 破烂玩意儿 谁稀罕 姐姐走这么急干什么 和表哥什么时候办婚礼呀 妹妹我一定会出席的 嗯 什么声音啊 什么情况 夫人 宫后多时 请上车 夫人 苏烈这家伙 那边在我面前装穷 这边租这么好的车 到这儿来显摆 你怎么来了 啊 总裁不敢过来 嘱咐我来接您 这会儿 在夫人的公寓等着呢 喂 你是苏烈 新请的助理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夫人 请 你是在无视我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有了 快走吧 不知道哪儿来的疯狗 郭燥 好的 夫人 你敢走 信不信我叫苏甲 把你炒妖鱼 你听到没有啊 精神病啊 这就是真的吗 怎么感觉色色有点暗沉呢 我会又是骗我的吧 夫人 嗯 把墨镜摘掉可能会好一点 啊 是啊 这个玉坠有点眼熟呢 真的吗 你见过吗 只是有点眼熟 不确定 这是夫人您的吗 也是啊 这种款式肯定满大街都是 不是 这个是我 派出锁 对对 昨天是我报的案 您说 您已经联系上他了 他没事吧 他为什么不联系我呢 哦 是的 已经联系上了 云墨先生没事 通讯设备坏了 等之后修理好 会第一个联系您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跟他说了 嗯 去哪儿 想去哪里 是我的自由 亲爱的弟弟 我说过的吧 被我抓到 就要乖乖回去继承家业 我有一个必须见的人 交一会儿 林路 还不把人压上车 行了 陆哥 我自己会走 说实话 之前 在仓库门口捏着嗓子 阴阳怪气的娘炮外卖小哥 不是你吧 陆哥 哈 我就知道 哎呀 您就别调侃我了 必须要见的人吗 有趣 茶 看看我为了弟媳 究竟是何许人也 夫人 到了 总裁在上面等您 嗯 沐雪儿都不在了 你不用这么叫了 像以前那样叫我就行 总裁吩咐啊 叫错称呼扣工资 一次扣一个月 嗯 好吧 说起来 陆泽渊那家伙 带我家来干什么 万一被邻居看见了 误会了怎么办 算了 现在是上班时间 应该不容易被看见 夫人下午好 陆泽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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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 这是在干嘛 打劫 陆泽渊人呢 陆泽渊 你要是赶在我卧室里捣乱 你就死定了 你在干什么 帮你收拾行李 你就是这样收拾的 而且 你没事给我收拾行李干嘛 我又不搬家 搬 搬去我那儿 我 哼 我自己又不是没地方住 为什么要去你那儿 你忘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还是 你想我搬过来 什 什么夫妻啊 你明明知道 我们的情况不一样 你 你这么看我干嘛 你 你干什么 有话可以好好商量 你别乱来啊 合法的 证据 这玩意你往哪儿藏呢 变态 哥那儿不难受吗 变态 好了 知道了 你赶紧去把屋子收一收 你搞成这样 房东阿姨会骂死我 哦 你这是在打扫 还是在拆家啊 你 怎么了 没 没事 你打扫得还挺快 挺厉害的 不用紧张木浅约 不就是结婚同居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走吧 我 我和陆泽渊住一间 夫妻住一个房间 不是理所当然的 是吗 哎呀 啊 先生来了 那我就不打扰了 有事您再叫我 等会儿 怎么了 有事也可以和我说 没事 我累了 要去睡了 现在 这么早 就 就突然困了 不行啊 那 我先去洗个澡 谁管你啊 今晚 可是我们的新婚夜 别睡着了 真睡着了 那我是不是 是不是就可以 我警告你 别乱来 你 月雨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你早晚要接受我 家人吗 好了 快睡吧 我不会动你的 嗯 我终于 有属于我自己的 家人了吗 陆泽渊 别走 怎么了 认床 要不要我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不是说我们是夫妻吗 那就别说话 遵命 夫人 陆泽渊人呢 我好 我好帅 我果然不该对他们抱有期待 阿姨呢 让她做早餐挺好的 给他们放假了 二人世界 哦 糟了 凹田食物中毒了 快给她喝点水 sorry 不用在意我 我请楼上换衣服 我说过 这两天不要打扰我 实在是需要您亲自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哦 对了 这是洛氏的洛董发来的生日宴会请柬 邀您携办前往 洛氏 这种无名家族企业的请柬也要我处理 当然不需要 不过 这个洛家大少 好巧 是夫人的 钱 会婚夫 所以 哦 钱会婚夫 你说的是身高只有区区一百七十七点八九厘米 下厨一眼歪比两后嘴唇 面如土色 眼珠子像塑料玻璃 头发和陆傲天的排泄物一个颜色 一天到晚挂着张苦情戏奔丧脸 连血型都是最没存在感的O型的那个 哇哦 666 叫洛什么来着 你连人家的血型都记得 就不要装忘记名字了 太假了 扩工资 好像是叫洛阳吧 这名字确实有点难记呢 既然他诚心邀请 就去看看吧 您开心就好 好像是夫人的手机啊 小姐姐 想我了没啊 上次的事情解决了吗 怎么不说话 喂 查一下云莫那小子最近在干什么 呃 贸然去查 要是惊动了云大少 就不好交代了 奖金双倍 好的总裁 陆泽渊 你看见我手机了吗 忘了放哪儿了 落沙发上了 哦 你可以走了 还有一个会议 已经退了三天了 今天必须您亲自到场 这 这么看我干嘛 有事你就去忙吧 我一个人没关系的 那 要不我陪你去 刚好我还没见过你公司 嗯 那好吧 好高啊 是落实的两倍了 这一整栋 都是陆氏集团吗 陆氏集团 远不止这一栋 您是集团的女主人 早晚有机会去试查的 啊 是吗 呵呵 你在里面等我 很快回来 嗯 不着急 你去吧 等你回来 这女人是谁 做什么 刚才好像见总裁办公室来客人了 送杯咖啡 我来就行 以后没有吩咐的话 不用做多余的事情 是 哇 陆泽渊这家伙 藏书不少吗 不过 都是这种死板无趣的书 没意思 哎 这个书柜 竟然可以拉动 后面也是书吗 夫人 啊 那书架后面的东西 要是被您看到了 总裁可是会生气的 啊 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想看看这些书 没想到 这书架自己开了 是什么重要文件吗 我保证我没看见 不用在意 只是总裁的一些个人爱好罢了 什么爱好 这么神秘 我先去会议室了 有什么吩咐 可以打总裁桌上的秘书内线 啊 好的 怎么感觉有些晕啊 大概是没睡好吧 去洗手间清醒一下好了 你搞什么 我心买的衣服都毁了 对不起 是我没注意 多少钱我赔给你吧 赔 你赔得起吗 你抓什么 还想碰瓷 你就是刚才进到陆总办公室那个女人吧 长得是不错 难怪能帮上总裁 你是谁 你想做什么 不如这样 你让我 在你脸上滑一刀 这个衣服就不要你赔了 怎么样 啊 娘 这人不对劲 可是 身体好奇怪 滑滑你的脸 看你还怎么够因总裁 糟了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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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你听我解释 是这个女人 莫名其妙装了我 我们只是起了点争执 她为什么不行 你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是她自己晕过去的 我什么都没做 把她拖出来 看好 叫医生过来 是 放开我 人都不关我的事 再给我一次机会 真的不是我 拖出去 没有发烧 为什么还不行 医生呢 已经叫了 马上 什么 人跑了 任务失败 风大小姐 你的陆总 把人看得太严实了 知道了 你可别坏了我的事 放心吧 他们现在 应该当我是个 仰慕陆泽渊的 白痴女吧 他们绝对不会发现 我动的手脚 你怎么喊的他 南少刚好过来 只有他最快 喂 我听见了 我仔细检查了数遍 可以确定了 他怎么了 他睡着了 你们都围在这里干嘛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不舒服 没事 睡得好饱 总算精神了 对 之前有个女的 想拿刀划我脸来着 她在哪儿 我弄死她 查过在公司的资料 都是假的 已经派石老三去查了 跑了 那算了 你怎么会突然睡过去啊 不知道啊 突然就很困 不放心的话 我抽点血回去 咽咽 不不不 我只是 昨晚没睡好 累着了而已 可以啊兄弟 昨晚上磊了 这就是你追的那个妹子 叫嫂子 行了行了 知道了 看你这么闷 不知道怎么约会吧 哥再吃你一招 像这样 干嘛呢 怎么突然想来看电影啊 乔奔 约会 票都买好了 恐怖片 你害怕 害怕我们就不看了 谁会害怕 这种小儿科的东西 看就看呗 你等着 我先去买点东西 人家好害怕 好了 不怕不怕宝宝 都是假的 怎么样 妹子有没有尖叫着 扑进你怀里啊 哥教你的不错吧 这件 这件 还有这件 都试试 那个 我们真的要去吗 其实 你想反悔 我 当时怎么就鬼迷心窍答应他了呢 落家生日宴会 我不去 要去 你自己去 为什么 这种宴会要求携带家眷的 我 我不管 你嫌弃我 没 没有啊 我见不得人吗 为什么不愿意公开我们的关系 不是 只是 我出道了 在你心里 我是比不过你的前卫婚服 没关系 我能理解 毕竟他更早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这只能怪我 要不是我 够了 停 我去就是了 去换 这件衣服 很穿夫人的娶质呢 真的吗 适合我吗 何止是适合 这本来就是先生提早一个月过来 为您量身定做的 看来先生真的很爱您呢 是吗 他从没说过是现 我见不得人吗 为什么不愿意公开我们的关系 确实 我对他 好像一直都有点苛刻了 看来以后 要对我的陆先生公平一点了 总裁 老贼那边又出事了 让您过去一趟 不用理会 这次有点麻烦 那边好像抓住了把柄 老爷子 下了最后通牒 您不到场 这事过不去 好看吗 好看 我们可能要改变形成了 我有事要去处理一下 你在家等我 马上回来 为什么 叶慧不去了吗 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反正你本来也不想去 出尔反尔 耍大牌吗 陆总 我在陆家等你 相信我 我的陆先生 遵命 我的陆夫人 我安排人送你过去 我很快就到 等我 夫人 晚上好 程特助 你终于睁眼了 总裁 车备好了 可以出发了 双胞胎 哥 阿宇 你来了 保护好夫人 是 夫人 这边 真的一模一样啊 原来陈特助 张开眼睛 是这个样子 好神奇啊 我们也该走了 早点解决 才能早点去到 夫人身边 夫人 就暂时交给阿宇吧 别看她那样 关键时候 还是很靠谱的 嗯 走吧 表哥 不是给你发了情帖 让你带着 目前怨意起来的吗 人呢 他难道还没弄清楚 自己到底 在得罪什么人吗 你自己玩吧 我可不奉陪了 居然怪我电话 到底什么意思 木代小姐 一个人躲在这儿干嘛 好漂亮 落双送的吧 只是订婚戒指而已 这至少 丢五颗拉吧 看来洛家 是很满意你这个儿媳了 真幸福啊 对了 怎么没看见你那个姐姐 她呀 前段时间结婚 搬出木家了 啊 她结婚了 她嫁给谁了 怎么完全没听说 没办婚礼吗 不会是下嫁 所以不好意思说 其实 刚好我姐姐来了 我们直接问她去吧 哇 洛家这场生日夜 办得真豪华呀 阿鱼 阿鱼 低调一点 姐姐 怎么一个人啊 表哥没来吗 哦 不对 现在 我该开口 嫁表嫂了吧 你最好闭嘴 原来 她是嫁给你表哥了 那个苏烈 不至于吧 我们总裁有事 一会就来 而且 我记得总裁 应该是没有表妹的 你是上次 那个不长眼的助理 你终于睁眼了 行了阿鱼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等会被传染疯病 可不得了 看来你这个姐姐 是真不给你面子的 平常 没少受气吧 你姐姐真有趣 话说 你表哥的助理 都不认识你啊 看来 是有了老婆 忘了妹妹了 你们懂什么 不懂就闭嘴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还不是抢了 别人的男人 那个沐浅月 太可恶了 要不要 我去替你教训教训她 那就来个大的 你这样 沐浅月 今天我要让你彻底下不了台 还说马上就来 这都多久了 骗子 十六分五十五秒 闭嘴 吃你的 对不起 没事吧 没事的 本来不抱希望的 没想到陆总 这次竟然接了青天 你随我一起去迎接 千万不要怠慢了 你有在听吗 能得到陆总亲眼 我们落实就能更上一层 你可别搞砸了 那是 月月 洛阳哥哥 你清醒一点 我告诉你了 姐姐已经嫁给我表哥了 不可能 他就算再恨我 也不会嫁给那样的人 我要去问清楚 你给我清醒一点 还不快去门口候着 是 父亲 哪个不长眼的 放他进来的 算了 雪柔 你给我看着点 别让他闹出乱子 知道了伯父 我一定会 好好看着他的 怎么了 夫人 受凉了 不知道 突然感觉 背后一阵寒意 我们还是走吧 不等陆紫园那个白痴了 什么 不见了 对呀 听婚戒指不见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 不会吧 是不是你放哪里忘了 掉那儿了吧 问一下有没人捡到了 这种戒指 捡到也不会送回来的 这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回事 难道 快走 我知道是谁拿了戒指 我看见了 谁 就是他 真用这么白痴的手段啊 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没拿他的戒指 我亲眼看见的 不信送他包 没有证据 凭什么搜我的包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给我下跪道歉吗 这 他这么自信 难道提前发现什么了 如此冤枉一位女兵 这就是洛家的待客之道 这种宴会 不参加也罢 我们走 是 夫人 你不许抖 糟了 看 人赃并获了吧 这应该是我们总裁和夫人的戒指吧 你胡说什么 这枚戒指后面 还有洛师和牧师的缩写字母为证 来不掉的 是啊 阿语 这个借口也太牵强了 咱换一个吧 夫人包里掉出来的 怎么会不是呢 这就对了嘛 这就是我们总裁和夫人的姓氏缩写呀 还真是 怎么都聚在这儿 什么事啊 伯母 姐姐 拿了你送我的戒指 还非说是她的 怎么又是你 我送给准儿媳的戒指 我会不认识 你还没死心 姐姐 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洛阳 可是我们已经天婚了呀 你就不能成全我们吗 原来她是惦记洛家公子 这不都成妹夫了吗 听说呀 她根本不是正经的穆家大小姐 只是个洋女呀 嗯 那真是没良心了 恩将仇报 因为这点琐事到了大家 真是不好意思了 这边我们会私下处理好的 请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不好意思了 穆小姐 在你解释清楚戒指的来历之前 恐怕不能随便离开了 来人 请穆小姐去后院喝茶 是 两位大哥 又好好说 不要随便靠近我家夫人 别理会那个白痴 放开 废物 还是别动手吧 你这样我很为难的 哈哈 没有的垃圾 你们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动手打人 请您 跟我们走一趟吧 哥哥哥说过 不能让任何人靠近夫人 你小子 谁在靠近 以此为见 这 这真的是刚才那个白痴吗 这宴会时间都过半了 陆总怎么还不来 不会反悔了吧 您是说陆氏集团的陆总吗 他来了 是吗 不可能 他要来了 我觉得一眼就能注意到 有了 时勤俭来访的是陆夫人 陆氏集团 陆泽渊的妻子 怎么没听说过陆泽渊结婚了 这位陆夫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真的 是我认识的那个阿宇吗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夫人 在 能不能帮我 找下眼镜 现在 我近视八百多多 所以 其实现在我 什么也看不见 原来因为近视才眯着眼睛 看不见不早说 装什么十三啊 你丢哪了 在我洛家闹市 今天你们两个 一个也别想走 能做陆氏女主人 此人绝非常人 希望你母亲有点眼色 别怠慢了对方 那是陆氏的车队 快随我去迎接 没想到陆总竟能亲自到访 陆某 深感荣幸 幸会 恭喜 今天不是陆总您的寿宴吗 总裁 这是在祝您生辰快乐 陆总真是有心了 你就是洛阳 陆总竟知道犬子 洛阳 他也是一直很仰慕陆 不认识 名字不怎么样 别在意 或许总裁只是不喜欢这座城市 这个陆总气性有些古怪 他有权有势 再古怪我们也得伺候着 别废话了 赶紧跟上 你们两个 一个也别想离开 岂有子里 这是在干什么 怎么闹成这样 还不是有人在这闹事 又是你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赶紧离开 你以为是我想留下 月月 别闹了 先离开这吧 之后的事情 我会替你解决的 你以为你谁 赶紧放开 先生 请不要随便靠近我家夫人 老婆 老婆 陆泽渊竟然会来这种宴会 陆泽渊 很厉害吗 你不认识 那可是陆氏集团的当家人啊 不好意思陆总 让您看笑话了 我马上处理好 刚才陆总说的什么 大概换听了吧 陆夫人 你在做什么 你来啦 陆夫人 她在叫谁 那个杨女怎么这个反应 不会是她吧 不可能不可能的 那可是陆泽渊 怎么可能看成这种 月月 你 糟了 陆泽渊心思看起来 好像很生气啊 老公 你怎么才来啊 你不在 他们都欺负我 老公 你胡说什么 你不是已经嫁给苏烈表哥了 我只说嫁人了 什么时候说是嫁给苏烈了 气死你 气死你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非诬蔑我偷了沐雪柔的订婚戒指 我可是陆家的人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陆总就是这么招待我夫人的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不是的 都人赃并获了 就是他 住嘴 还不快向陆总和陆总夫人道歉 陆伯伯 为什么 说的就是这个 这是你们的戒指 不不不 怎么可能啊 雪柔 你说是不是啊 等试点 我才放心把陆家爱惜这个位置交给你 这个陆家 到底是什么来的 会让陆伯伯这么忌惮 对不起姐姐 是我看错了 那个戒指确实不是我的 妹妹知道错了就好 以后可不能这样 养成了随口泼脏水的习惯可不好 哼 不就是绿茶吗 当谁不会似的 是 谢谢姐姐不计较 这个不要了 捐了吧 好的 总裁 我的夫人 值得更好的 这是 迟到的婚戒 我宣布 这位是我陆泽渊的合法妻子 婚礼将会在月底补办 欢迎今日在场的所有来宾届 月时光临 太好了 既然有机会能参加陆泽渊的婚礼 这可是柔柔那个劝责最好的机会 看来要好好霸解这位陆夫人了 莫人刚才还这么得意 瞬间就被打脸 没办法 没办法 谁让她惹了 没办法 谁让她惹了不该惹的人呢 现在连落架儿媳的位置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了 算了 算了 雪柔 那个陆泽渊确实不是我们惹得起的 以后离那个牧前院远点吧 别招惹她了 为什么她可以 我就不可以呢 陆泽渊是吗 那样的男人 牧前院怎么可能配得上 你说什么呢 你可是已经有洛阳了 洛阳本来就是姐姐的不是吗 那就让一切回归原位吧 一眼镜 一眼镜 太好了 谢谢 我收获的吧 不许擅自摘下眼镜 哥 你听我解释 嗯 我会好好听你说的 Help 这个混账东西 看看你做的好事 知不知 你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陆氏的形象 谁允许你这么胡说八道 好了 别发这么大火 我家里还有客人呢 陆哥哥 好久不见 还记得我吗 这位可是风家的掌声明珠 时间太久了 你可能忘了 下午没什么事 就陪风小姐到处逛逛 有事 让文阿姨陪吧 叫什么风阿姨 她是你母亲 她是陆若新的母亲 不是我的 小渊 我 跟你这么说太过分了 妈咪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 快向他道歉 还有 报纸上那些不是胡说 我结婚了 月底的婚礼 有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来参加 混账东西 那个女人 我们陆家是不会承认的 无所谓 哥她就是被那个狐狸精迷惑了 之前我在哥那里 见过那个女人 长得就一脸狐媚样 主哥姐姐 你快去劝劝我哥 你这么优秀 我哥只要认识了你 肯定就会回心转意了 这 不但好吧 若新说得对 那个女人 我们陆家是不会承认的 你不是说喜欢小渊吗 喜欢的东西就要主动去争取 小哥 你是离家出走了吗 为什么呀 我父母逼我去居校 逼我训练 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就想玩电脑 所以我就偷偷跑出来了 可是 是 你爸爸妈妈都不要你了 还不知道 谢谢 你是哪个孤儿园 我 我不认得字 就认得一个鞍字 笨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等我回家了 等我回家了 就来接你 我养你 真的吗 你要来接我吗 太好了 可是你要当我爸爸吗 这么好也可以当爸爸呢 你还没我高耶 当然不是 我才不当你爸爸呢 我才不当你爸爸呢 而且我还会长很高的好不好 嗯 不当爸爸 还可以做什么呢 哥哥说 还可以离养童养习 嗯 说定了 怎么又梦到那么远的事 还好 我已经找到你了 我们刚查到一点眉目 陆少自己就公开了 早餐还没好啊 呦 陆哥也在啊 坐吧 别客气 新天的报纸吗 我看看 都是正事 你想了解 算了算了 无聊 让他看看呗 呃 不是 还有陆家那小子结婚的消息 呃 什么 陆哥的婚婿 陆哥要结婚了 呃 何止啊 人家隐婚很久了 昨天才公开 啊 不可能 陆哥和我们关系这么铁 有好消息 怎么可能不告诉我们 妈 妈 你又被三流媒体的不实报道 骗了吧 什么叫幼 报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还有照片呢 不信 你自己看 妈 突然这么大声 吓我一跳 怎么了 没事 只是 月月 怎么可能 她从来没有说过她认识陆哥 能不能帮我做张结婚证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接到你电话 结婚证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 我不相信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这不可能是真的 哎 饭没吃 上哪儿去 这大概 就是青春吧 今天忙吗 一直在公司 嗯 一会儿要谈合作 之后就没事了 要来吗 谁要去啊 好像有人按门铃 我去看看 是安逸吧 我也准备见客户了 那你先忙 云墨 你怎么会来这里 云墨 他 这么靓着客户就走 不合适吧 陆哥哥 怎么是你 是父亲派我来陆试坛合作的 这么大的案子 派自己的女儿来谈 这就是封明爵的诚意 我不是以封家大小姐 而是以封氏副总的身份前来 还是说陆总您看不起女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今天临时有事 谈判可能要延期了 作为补偿 这次合作 陆试会让三个百分点 当然 陆总有事尽管去 合作改天再谈 对了 陆总您应该有 顾氏集团顾总的联系方式吧 顾总平时神出鬼没的 要联系她太不容易了 方便告知一下吗 不是 方氏旗下的医院 前几天接诊了一个来体检的女孩 似乎 似乎和顾总一直在找的那个女孩 很像呢 云墨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我不知道 我倒希望你不在 你真的和陆哥结婚了 陆哥 陆泽渊 是假的对不对 那天你分明也让我帮忙的 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嗯 虽然是发生了些事 但结婚是真的啦 你认识陆泽渊 为什么 明明说好要等我的 明明 我很快就去孤儿院找你了 可是 又是她 妈咪 带她回家搞不好 我会照顾她的 好好好 你说鸭鸭 可是 可是她已经被林阳走了哟 就在昨天 就差一点了 明明就差一点 这 孤儿院 我们小时候认识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孤儿院 是我 那个大哥哥 那时候 你就这么点高 认识的字少得可怜 小白蛋一个 连自己名字都说不清楚 还好整个市里 带安字的孤儿院 就那么一家 可惜 可惜还是慢了 对不起 虽然这么说很抱歉 但是 对不起 我真的 什么也不记得了 你手子走路不长眼睛啊 是我没注意 哼 院长伯伯说我是五岁到孤儿院的 中间生过一场大病 之前的事情都忘得差不多了 可能不小心忘了你 真的很抱歉 你问陆泽渊 爱不爱的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是我的家人 明明是我先遇到的 嗯 说定了啊 明明是我 算了 这就是命运吧 不知道为什么 不甘心的情绪 扇了尚风 回想起的也都是她小时候的样子 可能 我的感情只是执念而已 你 少爷 今天的报纸您看了吗 你是说陆泽渊那家伙娶妻了是吗 听说了 陆泽渊那家伙跟咱几个装什么纯情路少啊 不是不想婚妒结了 这个傻 有人 当天就来告状了 不是 可是陆上这夫人 长得 长得 嗯 怎么 少爷 小小姐 有消息了 真的 嗯 真的 是枫氏那边传来的消息 说是旗下的医院 上个月接收了一批伤业体检 其中 有个少女的资料特征 和顾家找的人很像 尸首就和咱们提供的血氧比对了 检测结果 匹配度接近一百 血型 黏脸也相符 而且 这个女孩也是五岁走失 被送到孤儿院的 所有一切都对得上 啊 那是 等一下 你 不见了 是幻觉吧 我也真是太丧了 世界上怎么可能 又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 看什么呢 跟你说的话记清楚了吗 没什么 看到一个人 浑身散发的一股熟悉的 讨厌的感觉 你说的我都知道 放心 这资料我会好好背的 你答应我的 也别忘了 他在哪儿 马上安排 我要见他 已经联系冯氏医院了 他们会帮我们找借口 把人留住 现在过去就行 可是 少爷 可是 这真的好像小小姐呀 是我老糊涂了 太想小小姐了 希望这次是真的 不要再让少爷 白高兴一场啊 也让老爷夫人 可以明目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明明是我先遇到你的 我也喜欢你啊 为什么 不能是我 不能是我吗 对不起 我已经结婚了 云木说喜欢我 是因为小时候吧 可是 我为什么一点记忆都没有呢 在想什么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云木来过了 你们认识 我也是才知道 你们是朋友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也没问过我 严格来说 在认识你之前就 你这质问的口吻 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随便问问 生气都写在脸上 口是心非的臭男人 好了 我和他只是朋友 等一下 你身上 怎么有股女士香水味 这不是我的味道 事前 献了个女客户 什么客户香水味这么浓 你过来我再闻闻 没什么好闻的 脏了 不要了 亲爱的 你是心虚吧 你干嘛 那是我的份啊 臭了 不要了 你耗什么 你还要理了 你怎么不说话 不理我 你哭 我更哭 走 玩吐了 喝酒 我现在没 阿渊 我找到妹妹了 好 我现在过去 怎么还没追来 不追就不追 以为我没地方去吗 去悠悠哪 除非那家伙 亲自来接我 不然绝不回去 悠悠 我 我 悠悠 爷爷他出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帮帮我 别着急 慢慢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你现在在哪里 爷爷他 半夜晕倒 一直也醒不过来 我现在 当老家 村里的医院 整顿不出来 也没穿一送 我知道了 冷静下来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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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